我以前在剛開始做製作跟編劇的時候 也是很多老師會跟你說 你就是什麼風格都要能做 但我覺得如果當真的 譬如說我是一個做音樂做很久 我已經有很多在業界經驗的人 我今天開始想要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音樂 反而會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怎麼去選擇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音樂 或去專精 其實說穿的就是你到底愛不愛 你如果不喜歡 你不可能騙人的 尤其在這個時代 你只是學到皮毛 你只是好像覺得這個可以怎麼樣 有博取流量或什麼 就去做那件事絕對不會長久的